中了前了 中了前 中了前 記住那個感覺是什麼 推前追 壓下去 你應該是過 壓 應該是這樣 大家好,又是阿豪了 又是我們阿豪系列 今天阿豪第二個想學的就是雙腳跳步上膽 為什麼要學雙腳跳步上膽 有些人說單腳上膽就容易受傷 因為都是單腳下地 雙腳的穩定性和平衡感會比較好 對抗性也會比較好 明白的 首先單腳上膽都可以雙腳下地 而雙腳跳到阿里奧的人很大程度都可以單腳下地 先弄清楚概念 並不是真的這樣 你不會雙腳上就雙腳下 重點是你的重心是正宗你就雙腳下 你的重心不正宗你就單腳下 所以你的drama event 跳是雙腳下地還是單腳 D Rose 也是 雙腳跳單腳下地 我們先弄清楚概念 重點是我們怎樣令自己的重心不要偏前 好,我們今天學這個雙腳跳步上膽 剛剛阿豪是有話說的 這條片說什麼低估的技能 這個雙腳跳步上膽 說什麼NCA很多人用 但其他人就沒有人用 那他給誰低估 給普通人 其實又不是被普通人低估 可能大家的基本功不夠強 這個是很基本的技能 不是被低估的技能 是很基本的技能 你應該單腳雙腳都要做得到 但我想阿豪想說那件事 他想做出那件事 他在空中要有對抗性 甚至是撞開別人的感覺 你覺得單腳跳起來就沒有對抗性 為什麼 平衡感比較差 因為你向前踏第一步 你向前踏第一步就是什麼 重心 你用重心的話 因為你已經把人影傾斜了 只是公開會不會對抗你 但是我一直都會用來 你向右前踏的臀部 看板子去前踏的時候 大家可以自己試試 我經常教學生 但網站經常的行為 我經常教學生都會試試 給球放上前踏 是、手伸直的 我推你了 準備對抗 對抗不了,因為球把重心扯前 左腳在前,上一集說過,球在這隻腳裏面 對抗吧,我認真,是不是差很遠 問題是因為你走攬時向前跳 我們要對抗單腳也可以,但如果要單腳對抗的話 我們要向後彈 雙腳其實都一樣,你如果向前跳,你還是會撞開人 其實雙腳上籃的情況其實都接近 只不過雙腳的話,我們會跳起來之後調整 單腳你不可以跳起來調整 現在嘗試做雙腳上籃,好嗎? 當你拍球,我們做一個切入動作 例如向左,做回剛剛那個 右轉左,push cross 然後衝過去 然後雙手,砰,上籃 最常用這個技巧,雙腳上籃,你說的那隻 中鋒用多一點,或是大前鋒 pick and roll 比球 然後接球 濫步 飛過去 右鍵是有用的 好,那你試試看 你試試做carry raving那一刻給我看 你試試看 總之一過了,去到這裡的時候 就這樣放過去 或者是類似的 OK,即是你覺得你跳不起來 那一步 好像是慢的 即是在這裡有個人 然後他就… OK,我明白為什麼你跳不起來 因為你的球黏在你的手上 記住,當你過了 過了 你要有這個power stock去上 你看到剛剛做了什麼動作 這裡,過了 推前 壓 然後有這個核心壓住 記住 你是交彈地給自己 壓住 放 MING PAO 就是他会甚至就是一个左推前压放 他会这样的嘛 是不是啊 他就是推前一点点 当然他那个力量是这里开始就满 是不是啊 这里开始满 你们做不到的原因因为中了前 记住 推前压 弹起 对了 当你这里 OK Course jab也好 In and out也好 压 对了 试一下来 中了前了 我觉得 我们在上海 下了 爽 我刚刚才 有一番 深 那 这个 中了前 中了前 記住,那個感覺是什麼呢? 推前追回,壓下去 你應該是過,壓 應該是這樣 不行,停了 我保持速度,不要停 重心不要靠向後 我們是壓彈,你都是向前 對,好 明白嗎?出來多球 黏住了 球黏在手上 試試這樣的 記住,好像Chris Ball一樣,推前壓 可以嗎?推前 不要那麼快接球 明白嗎?我們是 推前追回 放攬 但是我在這些地方,不要那麼快接 你也可以雙腳上攬,前面怎麼會有人 對嗎?如果前面有人,你應該怎樣 前面有人? 歐洲球 再來 停了 但是因為… 我們先練習這個 球 不要用球 跑 壓彈 對 對 中前 沒有跳起 感覺到嗎? 你當自己跳彈床 再來試試 你當自己跳彈床 對 很好 你是保持向前速度 彈上去 對 這個有一點跳不起來 壓 抽上去 重點是 壓 抽上去 太高了 腳痛 行不行 你用到核心會這樣彈上去 試試 再來 GO 不用抹腹腳 這次可以拍球做 待會試試 先推去左邊 轉右手 in and out 過那邊 壓 壓住手 因為CM有機會在你左邊出現 Court over 左手帶 轉右手 Court over BOOM 他有機會在這裡追過來 壓住手 左手帶 Ready GO OK的 雖然你是 你跟我不同 我推前追回球 再跳 你就撐住球 跳過去 你有機會出來 有機會出來 有機會 但是以你剛剛的流暢度 不吹的 和豪哥的面子 不吹 多久 你跟我們一起做 你怎麼做 我都有機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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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